新赛季应该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吧 50万的启动资金 无翼而飞 只剩下5万 本来我还有5万的 然后玩了把图一出嘞 太秒的 还剩下5000嘞 这六甲和青 都是用小兰的号送过来的 不然别说武图嘞 三图都大不了 不过据说新赛季 暴力都很高 不是去贼飞 那还等啥呀 直接武图整起 复活点嘛 有点远 但是也没当分 直奔最近的地铁口就下来了 这里有个盒子 看来已经打过架了 咦不对 有个脚步 先懂法 这不是起小了吗 假鬼 收枪早了 差点大意了 一流之中的磁光 最危险的还是属这里 我真是堆这个地方有阴影了 就光这个缝里 我都被阴挂好几次了 特别是摇摇车还在 那就更危险了 看下玩到那边 咦 这里是不是个人呢 帮大家看一下 还真是个老溜 但凡他要是在鬼弯的地方英文 说不定他就成功了 有件不假 先拿上 然后就来到了辐射区 好像没啥东西 有可能没人 那就先去开镜 咱的号就是哦 上来就黑卡 又来一个人见 又来俩红光 哈 假的 赛季虫的第一把 暴力就这么高 三个粉 有人来了 他好像在地道 先不管他 趁着暴力高 赶紧先开黑门 说不定要搭搭着弯 我瞧 这么狠的吗 光哥 再来一块 我就原谅你 扣我的五十万 启动资金了 地道那个好像出来了 先过来看一下 妈 吃个小带瓜 还在开箱呢 行了 再去把另一个箱子开了 好家伙 一门俩转 很手劲啊 这第一把 就让我给遇到了 吃个好兆头 趁着这会儿没人 先去开箱 房顶的箱子 竟然都没被开 对边绳子下有狗子 房顶人很有可能 有老六顿 好像从楼里上来了一个 来了 打 二不来 好家伙 说的肥吧 完好妹扣 说的穷吧 全是粉色配件 六 估计除了老六 不会有人来了 开箱去 目前估值5.2M 其实还有四五个箱 我没开 我看返回点不点远 它来不及 要不然还能赚个四五十万 我脚头这个时候了 咋还有老六 还有那家伙有点傻 关键时候还点火 但反正他要是用枪偷袭 我也没了 我直接就流了 这把赚了四百五十大不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